水晶兰有幽灵草、梦兰花、明界之花等别称 在中国的众多小说中 或被神化为有起死回生之效的仙草 或被视为具有杀人魔力的植物 它生活在幽暗潮湿的枯枝落叶之间 是一种罕见的俯身生物 浑身晶莹剔透 日前,将西洋寄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山长巡护时 发现了300余株罕见的水晶兰 水晶兰的花朵在幽暗潮湿的落叶层里 冒出晶莹剔透的身影 就像水晶状的烟斗 微微下垂的花朵单身于植株的顶端 江西洋寄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工程师 朱隆兴告诉记者 水晶兰适宜于山林间阴凉潮湿 多辅植制的特定气候环境 在洋寄风保护区还是首次发现 水晶兰在我们洋寄风保护区上首首次发现 像这次大规模的群落更是罕见 它全身没有约粒素 不进行观和作用 靠腐烂的植物来获得养分 它地鼠陆皮草科水晶兰鼠 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大多生长在海拔800至3850米 能及罕至的山林里 朱隆兴介绍 为了保护水晶兰这种珍惜植物 洋寄风国家集自然保护区已经派出专门的护林员 每日寻护 以确保不被人破坏 杨寄风国家集自然保护区位于江西省桂西市境内 武夷山脉中段的西北坡 总面积10946公顷 森林覆盖率高达99.7% 保护区植被类型多样 有8个植被型 72个群细 现已查明高等植物 260棵 992树 2337种 其中有南方红豆山 柏勒树 闽南 浙江南 香果树 举树等16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340棵 170棵